和党的党内初选 周二在新函部下州举行投票 令人意外的是 占据第三名的佛州州长迪尚特 突然宣布退选 并且鼓励支持者票投给川普 而迪尚特退选的主赢 是他跟领先的两名对手 川普跟海力的差距不仅拉大 而且多项的民调支持度 已经调到个位数 因此决定退选 熟知内情的人士透露 迪尚特自知无把赢过川普 但是他还年轻 如果四年初后想要卷土重来 角逐总统宝座的话 现在最好退选 同时力劝支持者力挺川普 你好我是宋燕铭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